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朗朗的老婆吉娜爱丽丝 当然啊 我们谈论的是她的钢琴水平 因为某一天偶然看到 网上有篇帖子 居然拿她和朗朗的钢琴水平进行比较 我当时看到真的是白丝布的气节 于是呢 我就找了个完全不懂古典音乐的朋友 问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么她告诉我 她也有同样的疑问 那么毕竟人家吉娜怎么说也是来自德国的 朗朗呢 是东方人 我朋友说西安乐器嘛 德国人肯定是比较在行的吧 好吧 我当时心里就想 那就这样吧 当然也有人质疑吉娜的水平呢 不如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些学生 那么关于她的钢琴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 今天我们就来上一点干活 我查遍了网上关于她履历的介绍 资料不多啊 提到的主要的成绩是有三项的 分明是慕尼黑钢琴大赛获奖 威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获奖 以及与朗朗师出同门 也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 加里格莱夫曼的学生 那么下面我们就逐一来挖一挖 第一项慕尼黑钢琴大赛获奖 有人说是一等奖 我登录了这个赛事的德国官方网站 嗯没错啊 这不是个山寨网站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在历年获奖者的名单里 找到了吉娜 她是在2006年获奖的 当时她是12岁 那么她究竟是不是获得了一等奖呢 很遗憾并不是 这比赛从1998年开始 每年会举办一次 每年会有二三十个人获奖 以前一直分为五个年龄组进行比赛 然后吉娜获奖那年 光是她所在的那个年龄组 获奖的就有图片上的这四位 之后我就翻译了吉娜 当时获得了两个奖项的名称 一个是观众奖 一个是钢琴俱乐部奖 那这两个奖的名称 真的是让我听着也有点懵了 还好网站有一页专门解释了 各个奖项的意义 观众奖在这里呢 它是荣誉奖里面的一个奖项 而钢琴俱乐部奖呢 在这里 获奖者可以被邀请参加音乐会和大师班 而这个比赛的一等奖 或者说是最高奖 叫做Mable Key 而这个页面清楚的显示了 2006年那一年 一等奖是空缺的 所以12岁的吉娜 确实是在慕尼黑钢琴比赛中获奖了 但并不是一等奖 而这个比赛也是德国本土的一个赛事 获奖的小朋友多是德国本土人 或者是生活在德国的一些亚裔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威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 那么这个奖加了国际两个字 是不是更加有分量呢 但是很遗憾 我并没有在国内外的网站上 查到关于这个比赛的信息 而需要知道的是 吉娜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呢 就是威斯巴登 所以如何理解这个比赛的分量呢 我斗胆推测一下 这相当于你出生在中国云南昆明 然后呢 你在昆明的钢琴比赛中获得了奖 而且吉娜当时获得这个奖的时候 年龄更小 只有十岁 所以我们纵观吉娜履历里 唯一提到的两个获奖记录 如果我们非要从卓越的艺术家标准来看呢 可以说不值一提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预设拔那么高啊 客观的说 至少吉娜与同龄的德国情统相比 她是出众的 至于她的第三项成绩 成为了加利格拉夫曼的学生 具体又应该怎么来解释呢 她从赤诈当今古典音乐界的中国钢琴家 朗朗和王宇佳一样 都是格拉夫曼的弟子吗 我先说我的结论吧 说吉娜是格拉夫曼的学生 不是假的 但是啊 是不准确的 我们都知道格拉夫曼是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的校长 但很明显的是啊 吉娜并没有去过美国上学 她的履历里写得很清楚 她毕业的院校是德国一流音乐学府 汉堡音乐戏剧学院 而且她过往的主要经历几乎都是在德国国内的 但履历上写着她是格拉夫曼的学生 其实是指啊 是格拉夫曼大师班的学生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问到底什么是大师班 大师班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师给一些经过选拔的优秀学生上公开课 就像图片里一样 一个学生上台弹琴 大师在旁边一对一的进行指导 被选拔上的学生们轮方上台 而台下作者观众 一些音乐节里往往就安排了大师班 朗朗也举办过自己的大师班 所以我之前说网上说吉娜是格拉夫曼的学生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准确的 如果很多人还在问吉娜和朗朗的钢琴水平差距大吗 我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回答 他们的差距啊 就是一个是大师班里的大师 而另一个是大师班里的学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钢琴学生 都有资格去大师班当学生的啊 也是经过选拔的 比如之前提到的慕丽黑钢琴大赛里 也只有部分获奖的学生有机会去大师班 除了以上内容之外 媒体很少提及的是吉娜成人之后呢 还与德国柏林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过 我还找出了2012年她演出时的德文介绍 而柏林交响乐团也是德国比较著名的乐团了 那么我们纵观吉娜的履历呢 她小时候在德国国内参加了一些钢琴比赛 并且获了奖 大学呢在德国一流的音乐学院就读的 曾经开过公开的个人音乐会 也与德国主流的乐团合作过 成功的走上了职业钢琴演奏的道路 我想这样的履历拿到任何一个家长面前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吧 只可惜啊她总是避免不了被拿去和朗朗相比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吉娜钢琴水平的一些客观的事实 视频的最后呢我也节选了一段吉娜演奏的视频 至于她谈的究竟如何 我就不主观的评价了 留给观众来评判吧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